最後一個是她說 你的胸圍是要你的身高的一半 喂!又有機會知道你的身高 等一下 你的胸圍是多少 胸圍我不知道 你用這個當一下 這個當不到胸圍 我是Crystal 我是Godric 我們是為少男少女心事 獅子魔法的小甜魔法師 Godric 我想問你 如果問你 你最滿意自己身體的哪一個部分 或者你外貌上外表上 最滿意自己的是甚麼 嗯…我這麼漂亮很難選擇 你呢? 那我也很漂亮 我也很難選擇 但如果讓我選擇 如果你問我現在 我最滿意是自己的頭髮 為甚麼? 大家可否給我 close up 你看到這裡 很多白頭髮 對呀 但我很年輕 但你是小時候現在是這樣嗎? 我想我應該是小時候開始越來越多 現在就越來越多 即是當老了 我不知道是出來做事 還是怎樣想得多 還是怎樣就越來越多 可能是遺傳 我不知道 但你平時經常想事嗎? 嗯…也可能是 你有甚麼少女心事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幫你試一些魔法 我的少女心事就是 不知為何我的樣子 二來越老 哈哈哈哈 又有紋 又有白頭髮 其實是正常的 是因為連絡 你呢? 因為你真的不小 你呢? 我如果要選擇的位置 應該是太重 是太重還是太輕? 太重 被人打 一定是太重 對嗎? 一定是太重 太輕 太輕 因為其實很久以前 已經不斷被人說 很瘦 然後去年 在《造星》的時候 一直被人說 台前幕後 經常都說 你太瘦了 開始罵到 我自己覺得自己真的錯 覺得自己很差 吃多點東西 但其實我已經經常吃東西了 可能有些人天生 真的不知道 但我相信很多中學的女生 尤其是都會很羨慕你的身材 覺得很瘦 因為就是青春期的時候 大家就會覺得 身體開始有點變化 又會嫌自己的胸是否不夠大呢? 又會覺得胸是否太小呢? 又覺得自己想瘦一點 所以你的身材 可能很多人很羨慕 但其實不僅是中學生有煩惱的 即是成年人如我 和我身邊的朋友 我們經常開Facebook IG 總會看到一些內容農場的文 就教你 女士完美身形 標準身形 黃金比例是怎樣 那些文章就會令大家很大壓力 我是否太瘦 我是否太胖 所以我們今集 就會講一講 Body Hate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我們知道 大家中學生 很關心自己的Body Image 對嗎? 大家都想有一個完美的身段 又會跟別人比較 等等 但我們今集還想跟你說 不需要比較 但我們會講一講 究竟大家會有什麼 就是關心呢? 大家會嫌自己什麼 我們下一節 小甜筒計學 我們就會看一看 OK? 小甜筒計學 究竟這個世界 有多少人都會討厭自己的身材 我們就不如看一看 好 你知不知道 其實男生和女生比 女生的Body Hate 問題是嚴重很多 還是其實男生都很嚴重 或者她收起來 會不會 都可能是 但曾經有一個大型品牌 做了一個研究 訪問了13個國家的人 當中發現 七成的女性 其實他們都是不滿意自己的身材 那他們會不會做些什麼? 不滿意之餘 他們是有很多人 因為不滿意自己的身材 為什麼呢? 就是覺得自己 厭不自己肥 他們就有八成的人 超過八成的人 都會選擇節食 去令自己的身形好些 或者達到自己完美的 或者自己期望的身材 嗯 你知道女生最不滿意自己的身體 哪三個部位嗎? 三個部位 你猜一下 女生 剛才說要節食 應該是腰 就是肚腩 大腿 腳 因為我經常聽 身邊的朋友都說 腳粗 嚴自己的腳粗 而且他們說 腳是減不到的 所以他們是可以嚴一輩子的 然後 還有一個位 應該會不會是胸 因為女生 經常嚴大二輩子 你中了一個 是呀 真可憐 是呀 就是腳的 腳是很多 就是頭三 就是腳 大家會覺得 經常被人笑 是象腿 就是腳 大家會很關心 但是原來 有另外兩個地方 就是不滿意自己的臉 還有不滿意自己的鼻 蛤? 那個臉是說面型 對 那個臉型 就是可能會不夠尖 或者覺得自己太圓 太豐滿 那個臉這樣 鼻子應該是不夠高 覺得自己的鼻子 很神奇 我怕是嚴自己的鼻子 但我覺得 他們會嚴自己的胸 或腰 我反而覺得 嚴胸細或胸大 是男生覺得女生 嚴 不是女生自己嚴 是否有其他人影響他的想法 沒錯 因為研究發現 原來很多不滿意自己身材的人 其實都有很多其他人影響他的想法 其中一個很重要 就是憑貝的影響 有三性的人都是因為憑貝的影響 就會不滿意自己身材 而當中也包括一些很重要的人 尤其是家人或伴侶都佔了35% 嗯 嗯 嚴重壓力真的很大 對 而且身邊很多人不斷跟你說 你很肥 或者你的腳太粗 就是這些影響 導致大家覺得自己有問題 而且往往都是來自最親密的人的傷害最大 對 你有沒有聽鄭欣喜的一首《女神》 他有個歌詞 是說 我的另一半一定要我成為某一種類型的人 否則就不會跟我一起交往 這些是反而最傷 可能他以為輕輕說一句 你腳粗 可能以為自己說笑 但他就很在意 對 對 我明白 就是害人不淺 其實也是 而且我也聽過很多 另一半會嫌子 另一半會怎樣怎樣怎樣 我經常會說 你減肥吧 你看別人 這些都是一些 以為是開玩笑 但其實不是 開玩笑 開玩笑 其實不是 那男生呢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自己最不滿意 大家會回答些甚麼 男生 男生 你很多時候會很介意身高 我覺得 然後 肌肉 肌肉 可能自己大不大隻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可以不滿意些甚麼 不滿意自己下體 對 夠不夠長 對 我相信這個應該是很多男生 會關心 經常覺得自己 這麼長 是不是叫做長 還是叫做短 尋找那些 不同國家平均長 對 大家自己是否 above 還是 below average 對 就會覺得很開心 如果是 above average 不過我們這個研究的 調查結果 就沒有這麼深入 就沒有這個部位 不過我相信 很多男生會在意 我們可能找一個 如果可以選擇 可能這個是第一位 對 如果可以選擇 但是我們發現了 這個研究 這個是台灣做的 他們發現 男生不滿意自己地方的部位 有甚麼呢 第一位是對的 身高 他們很在意的 對 然後第三位是肌肉 你剛才也有說 覺得自己大不大姐 都是的 而最後一個 第二位 就是 Core 他們很不滿意自己的Core Core是甚麼呢 六塊腹肌 朱古力的位置 即是他們 噢 因為有些人 不是有朱古力 是一塊的 一塊 一塊Core 不是八塊 不是六塊 是一塊 是一塊肌肉 對 大家就會很在意 我都合理 不過我發覺 其實無論是男生和女生 他們在意那些位置 很多時候就是 我覺得是大眾傳媒 即是無論是model也好 廣告外面也好 所有拍到那些 男生和女生的身材 或者外表 都是因為那些位置 會影響到你 對 model那些一定是高 男生一定是八塊肌肉 對 你會經常看IG 看見他這麼帥 這麼高 如果高多10cm就好 如果是176 不是173 那些3cm都要計 是有一種壓力 還有女生 經常看到模特兒 很瘦很瘦 然後他們是 例如他的腳 會有條縫 即是不會黏著 我明白 我明白 即是那隻腳是有縫 然後他們很追求那個縫 但我想說 很多時候 很多東西都有p到的 是嗎 真的p到的嗎 即是我的意思是 那些model 其實他們是p出來的 對他們是p出來的 我有一位朋友很好笑 他今年新年吃東西 不停吃 很開心 一直吃 然後他就在家裡 在那裡錄IG 然後吃 然後他這麼好吃 看中了水源希子 哦 很美女 很美女 然後也是那些 model身形 很瘦 然後他自己還在吃 吃薯片 然後他就覺得 我是不是不應該再吃呢 然後他就覺得 很辛苦 但我現在 我們疫情 又不能出街 又不能做運動 很辛苦 很內疚 但又不斷吃 你猜一下他最後做了什麼 嗯 他unfollow了水源希子 哈哈哈哈哈哈 即是避免 避免 令自己不開心 索性 斬了一個sauce 不開心 但你明明那個壓力有多大 給別人的壓力 其實是 你一開IG 就所有都是 是啊 我相信其實中學生 都有很多這些煩惱 我們等一下下一節回來 暖暖暖暖來 我們就會再說多些 中學生有些什麼 關於身材煩惱 無論男生、女生都有 一會兒再見 哀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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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y 亂…這樣哀哀哀 Soci 我們中學的時間,或者我們以前小時候 或者大家青春期的時候 相信有很多人都很介意自己的身材 Gorge,你那時候中學有沒有聽過? 或者身邊的朋友? 我自己就沒什麼怕 但我身邊的朋友,我想最多第一位一定是減肥 無論男生還是女生 男生都要 每間學校都有肥仔 但是通常肥仔是潛力股 是的 姜濤也是肥仔 小時候 或者肥仔現在還是肥仔 那些就不要緊,接受了自己 我覺得減肥是很有趣的 因為不知道為什麼,這個世界總有很多減肥偏方 你有沒有聽過一些很奇怪的減肥偏方? 或者你自己有沒有試過? 我當然有 因為我小時候 你也要減肥? 我想說我小時候是比較肥 我現在是 可能大家看上去好像很瘦 但我小時候也有點肉 但你是有特意減肥到現在還是沒有? 我沒有特意減肥 我純粹應該是 就是骨膠原流失 骨膠原流失 流失都這樣 但我以前中學時 也有一段時間是肥 而且腳很粗 因為我也是跑步隊 就是田徑隊 你知道跑步有時候腳會比較粗 因為我短跑的 不是長跑 有些人不知為何腳很幼 你也不錯 都是流失了 那些肌肉 OK 我那時候真的有試過減肥 你用甚麼方法減肥? 我試過吃減肥的軟 我不記得是 你在哪裏買的? 就是藥房 甚麼C那些 藥房還是你自己網購的? 我好像是在 我哪裏買的呢? 我不記得在哪裏買的 不可以的 吃那些會不會出事 我覺得是沒甚麼用的 還是那些是寫的? 不知每個月每日一粒 然後在外面那些店舖買的 我記得好像是 補習的時候等補習 沒有東西做 就到處走 就去買減肥 然後上去買 但我發覺是不行的 它是否有些射藥的成分 因為我聽說有些減肥的藥 是讓你射多一點 好像又不是射藥那些 我懷疑是那些 就是左隔吸收 吸油 類似是這種的 但我也有試過一個 我現在覺得說出來 都有一些不好意思的方法 我試過吃肉減肥法 吃肉減肥? 之前很流行 只是吃很高脂肪的食物 這樣就可以減肥 但我也有試過吃西柚 西柚和肉加起來 但沒有用的 但應該是難受的 是難受的 你只是吃那樣東西 你現在就叫瘦身成功 不知道為什麼 我是沒有瘦身的 沒有真的瘦身 但你也瘦了 瘦了 瘦了 天然瘦之後 你有沒有覺得自己以前很白癡 有啊 我覺得你說的時候 你在做什麼 你又要特意吃少一點 然後又要 全部同學 可能吃得很好 但你自己就要對著西柚和肉 你會自己帶 我會自己準備帶 你不能出去買 那你也挺有決心的 是啊 但是沒有用的 所以大家我覺得 你那些減肥法 我不知道有沒有用 但是我想說 當你老了的時候 你自然就會瘦 佛系 佛系減肥 佛系減肥法 就會自然減肥 但是我自己覺得 我聽說過 有些人就會覺得 我想減肥 或者我想減肥 但是其實這些是沒有的 即是你減肥 是不能局部的 真的不能局部 是啊 我聽說過的減肥法 很多都是用斷食 可能六點以後 就不再吃東西 的確它是很快 減得很快 但會不會反彈呢 一定會 是啊 因為我聽過一個說法 就是 當你不吃東西 很長時間 你的身體就會自然 就會覺得 你是一個 即是打仗的狀態 是飢荒的狀態 令你新陳代又慢一點 然後 你就會容易吸收營養 或者它會 你明白嗎 再厲害一點 會令你吸收得多一點 因為它覺得你 不夠 不夠 它會令你生存機制 變成了 所以你一再吃東西 就反而再厲害一點 嗯 所以我覺得最容易的 減肥方法 或者保持肥的方法 都是做運動 或者是均衡飲食 可能是兩邊加起來 要是做運動 再加飲食均衡 對 這樣就OK 還有我聽過一些 很荒謬的減肥方法 例如呢 例如想瘦腳 因為你知道我跳舞出身 身邊很多人都在跳舞出身 經常都會腳粗 即是用保鮮紙包著自己的腳 即是焗它嗎 焗油 焗油 或者是用它滑 即是滑臉的 但滑腳 有沒有用的 沒有用的 沒有用的 你是這樣就這樣 但我覺得這樣又不是 可能有些人都想健康 那你把肥肉變成肌肉 之後它肥肉 其實就不會難提 我覺得 真的 但我發覺除了減肥之外 我相信很多中學的女生 尤其是 她會很介意自己的胸 這個也是一個 我不知道是 你中學時 會不會那些女生 是經常會穿冷衫的 是 即是會經常想 要麼就想 蓋住自己的肥肉 或者蓋住自己的胸 也好 即是大而天使都會穿冷衫 對 經常都覺得他們很熱 我經常覺得 真的很慘 你胸大又會被人說你胸大 你胸小又會被人說你平 又會被人說你飛機長 即是你做甚麼都是錯 即是馬上生氣了 想怎樣 那你想我怎樣 真的沒辦法 其實不需要理會 其實真的有很大的壓力 對 還有有些人又會渴望 他胸大一點 即是想自己胸大 但其實你要知道 胸大其實是很辛苦的 即是我不知道 哈哈哈哈 我自己不知道 但是我聽過一些空大的朋友說 即是你有課背 那他都有重量 是很重 然後 即是很麻煩 而且經常會被人看著 即是很多這些麻煩 即是不是空大就好 或者空小不好 即是其實是 我自己覺得是真的因人而 但我想說人類呢 永遠都是忠言逆義的 即是我們無論跟你說多少次 這些東西不合理 大家都不相信 所以我們其實準備了一系列 一堆 即是方暴 很方暴 聲稱 你這樣就是瘦了 你這樣就是所謂的標準 身材標準 我們待會下一節 我們會逐一為你示範給大家看 究竟它方不方暴 是啊 實測一下 到時你就知道了 大家 好 CCC文 對了 我們找了很多黃金比例 什麼完美身材的實測方法 我們就去看看究竟這些 有多荒謬 好 但試一遲 我們要開一開這個箱 你要道具 準備了 麻利麻利開 今天道具真的非常多 包括CellGate Tec A4G i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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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還有一元的 我們先把它放出來 你逐個給我 我就拿出來 好了 坊間 女生的話 她有很多這些 不知道 拆你幾瘦的方法 其中一個 是A4U 我們要拿一張A4G出來試試 A4U的意思是怎樣 A4U的意思 就是把A4U放在腰上 那她的腰就要跟A4U的尺寸一樣 對 或者再瘦一點 如果你可以 蛤 這樣啊 蛤 其實是不可能的 這樣 可以嗎 這個就不是 這個 這個不是A4 這個比較闊 這個是B4 I'm sorry 這個 怎樣 可以的嗎 讓我試一下 怎樣 怎樣 我的腰在白色那裡 怎樣 是不行的 怎樣 怎樣可以 會營養不良 對 這個是要去愛菜羅米亞 那些 這個是如果你是有A4U的話 我會很想捐食給你 我會擔心 真的 對 我真的擔心 大佬 吹都吹走 有人真的可以A4U 不行了 撕破它 不要 環保 收起來 收起來 好 下一個 測試你夠不夠瘦呢 就是這個 反手摸肚臍 這個我有試過 你有試過嗎 怎樣 反手 反手 先試一下 首先是你的手要夠鬆 那我要先拉一拉筋 先拉一拉筋 OK 拉一拉 OK 其實我差不多 OK 你的肚子在哪裡 這裡 你OK 其實是不是你柔軟 我可以 真的在中間 我完全碰到 但手腕會爛 我完全碰不到 你看 我是這裡 你很遠 我肚子在這裡 好 OK 這個我們可能找 阿Ben 即是 即是 折骨 折骨 沒有可能他一下 為什麼不行 這樣一秒就到了 我放棄了 好 我也放棄了 好 第三個 第三個 好 第三個 就是這個 iPhone腿 意思是什麼 就是看你的腳 夠不夠幼 然後怎樣檢查 就是把iPhone 放在你的大腿 膝頭的位置 而如果它可以完美 蓋到你的腳 即是它瘦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們可不可以用 iPhone SE 對 我好像有 iPhone X 或者大一點 大一點可以嗎 我們 它的準則是iPhone 6 它準則是iPhone 6 所以我們就借了一個 iPhone 6去看看 但是這個 我手臂都已經搞不定了 這是手來的 這個 行了 沒了 不拜了 有什麼可能 不拜了 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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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是要兩部 三部 女生試一下 女生 一樣 可能 你看 可能是這樣才行 沒有啦 自在參與 OK 我還iphone給同時 我們不完美 腿 但是我們可以試這個 下一個 就是1元麵 OK 你知道麵 大家 面追求的是什麼 V面 OK 然後就是這樣 如果你可以V 然後在這裡放到1元 那就代表你瘦 例如我手指的筋鬆就行了 你試一下 我現在給你1元 你幫我給 我這樣 等一下 你要低一點 好 來 1元在這裡 OK 好 這樣可以嗎 不用放到這麼厚 前一點也可以 你試一下 其實是視乎你放得高 還是低 對吧 放得夠不夠闊 我有1元麵 你試一下 我也想試一下 可以嗎 可以嗎 夾不夾到 這樣 可以 你試一下 我的手 可以 我的手 可以 對上一點 對上一點 這樣會越來越闊 越來越闊就不行 試一下 可以 他可以 你可以 但其實很荒謬 你標準美女 不是 其實你 你瘦一點 這樣放在這裡也可以 你這個 不要抹到這麼開 放在這裡就可以 不是 但 但我不明白 如果我再闊一點 其實 扔一下 扔一下 還沒跌下來 代表什麼 你手指的功力夠厲害 夾得夠穩陣 你有潛質可以變魔術 真的搞不定嗎 怎麼這麼難 這個 這幾個女生的標準身材定律 都有點 有點荒謬 我覺得最荒謬是A4字 其他那些我都覺得算了 不是喔 我覺得反而是iPhone的最荒謬 有什麼理由 其實 我覺得是浪費 其實是想拍一部iPhone 就是我有部iPhone 而不是我有腿 就是這樣 其實我應該說 擺一部iPhone Pro Max 你可以擺一部iPhone Pro Max 你可以擺一部iPhone Pro Max 可以擺一部iPhone Pro Max 或iPad 到大可以嗎 iPad腿 對 iPad腿 我覺得 很荒謬的 女生有了 男生有沒有呢 男生當然有 男生最出名 就是要有一個 倒三角黃金比例 男生喜歡多肌肉 要計算比例 沒錯 難怪要計算 你要準備一部iPhone Pro Max 對 然後呢 第一個 他就說 你的肩腰比例 要1比1.6 這是什麼 就是你的腰是1 你的肩膀就是1.6 就是腰圍 對 還有肩膀 打橫 OK 我腰圍 你試試 就是腰的那個 長度 闊度 然後 不好意思 好像 突然 大家在看著我 不知道還有什麼 奇怪的事情 30 30 如果當你要這樣 然後我乘1.6 30 不好意思 幫我按錯機 對不起 我沒有看這個小讀讀讀數 48 如果你要30 打橫 我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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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你不要硬撐大 這個肩膀是40cm OK 40多 有多少 有多少 40 不好意思 1.6 總之 因為你欠8cm 我欠8cm 但如果要多8cm 其實都可以 那就好橫 都可以 可能要做多些健身 所以這麼多人訓練那些 是不是這樣 如果要練肩膀 肩膀可以做這個 可以 推高上 OK Anyway Anyway 可能你這件衣服 那些衣服 那些衣服 不要緊 好 我們肩腰比例試完了 我們到下一個了 是上身和下身的比例 那就要5 5比8 對 5比8 那肚瓷是有解的 肚瓷在哪裏 這裡 那我不是要站起來嗎 你可以 我摸在這裡 先 大家就知道我多高 你不要說出來 你不要說出來 OK 你現在有70cm 上身70cm 好 下身不要再說了 你自己計好了 可以嗎 可以嗎 剛才你的肚瓷在哪裏 這個可以收起來 嗯 嗯嗯 好好好 先算一下 先算一下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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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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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8 9 9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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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樣計算呀? 怎樣計算呀? 很難呀! skip了! 我發覺不是我們 不是你沒有,是我們計不到 我們不懂怎樣計算 有身材也計不到,很難呀! 5比8,計不到呀! 糟了,為何變成50多 為何要50多 要乘多少? 乘5 5比8,即是多少? 乘5除8 不是呀,但也計不到是多少 不懂呀,好,下一歌 我們不會知道歌劇是多高的,OK? 有的,有的 下一個,下一個 最後一個,就是她說 你的胸圍是要你的身高的一半 喂,又有機會知道你的身高 等等 你的胸圍是多少 胸圍我不知道 這個胸圍 這個胸圍 我嘗試一下,你按住 這個東西很曲的 嘩,這個質感很噁心 680,83 84,83 33啊,83 不是呀,CM CM OK,33 我沒有呀 不是呀 我不是只有66CM高 為何會這樣? 我只有66 那即是你的胸圍不夠寬呀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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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的錯 我胸圍太小了 我覺得這些真的搞不定 是不是呀 不是呀,我覺得真的很好笑 為甚麼 因為你真的計不到那些比例 而且你計算了又怎樣 計算了就知道你不開心 我只能夠有一件事,我真的很想分享給大家聽 對,你講 你講 大家都會說,我身高不夠,怎樣不夠 但我想說,你人不是每一天都裸體 你不是每一刻都裸體,你會穿衣服 對呀 當你穿衣服的時候 其實你很多東西都可以騙到的 或者遮到 對呀,譬如我沒有黃金比例 上下身沒有5比8 有甚麼所謂 那你不穿高腰褲 對呀 女生穿衣服,記住 穿衣服會比較高 男生也可以穿衣服 對,男生也可以穿衣服 Vintage的就穿衣服 做甚麼 或者穿oversize 那就夠闊 對呀,騙出來 最重要是甚麼 身材不好 即是沒有所謂 最重要是甚麼 懂穿衣服就行了 做人最重要是有品味 有品味性過一齊 那如果連衣服都不會穿呢 好 OK 明白 還有我有一位朋友 也說得對 他說其實 特別是女生 經常說要減肥 他說其實世界是沒有多餘的脂肪 即是有多餘的比較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做一些多餘的比較 只要愛上自己的脂肪就可以 沒錯 因為它都是你身體的一部分 沒錯 有時候女生覺得自己肥 你試試去美國 你就會變瘦 嘩 所以 他們馬上說 OMG ASIA 對 所以其實所有東西都是比較出來的 即是有很多的審美標準 或者是 一些的體重上 輕瘦 高 矮 其實都是大家 講出來 最重要是甚麼 其實健康是最重要 沒錯 即是不需要太瘦 亦都不需要 即是你明白嗎 即是你明白嗎 即是不需要特意減 亦都不需要盲目追求這些 審美的觀 沒錯 沒錯 不需要盲目追求 世俗的standard 就行了 對 所以大家記住 除了這個身體 即是如果你有甚麼身體上的問題 大家可以留言給我們 再可以分享一下你自己的看法 然後就是記住 逢星期一到日都黏住我們snap last live 就可以看到更多學科的資訊 還有還有就是甚麼呢 就是記得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以及開啟鈴鐺 你就可以每晚八點準時看片 沒錯 我們就是為少男少女心事 施展魔法的小甜魔法師 下集見 我不介意沒有結果 但我介意自己沒有試過 相信自己 就算沒有人相信你 拍下問題 升級導師為你解答 立即下載snap ask